好 那我先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今天當然要來跟各位提到說 現在時下最流行的一些 電腦的iPhone畫法 各位 只要沒有在使用智慧型手機 你有沒有發現 iPhone啦 iPad啦 有沒有還有任何的 Enjoy手機 你不覺得圖案畫得好漂亮嗎 我這邊也來跟各位介紹一下好了 比如說 網路上面喔 這邊剛好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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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先切換一下畫面 Sorry 沒關係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哇 各位有沒有看到Free這個單字 有30個FreeIcon 然後呢 可以 提供給你做iPhone設計的參考 哇 各位這些呢 是蠻團結的 OK 哇 你們可以看到喔 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設計 這些各位應該都有看過吧 好 那這些內容呢 哇 我很快的呢 我用捲軸 很快的把它捲下來 這裡面呢 有各式各樣的一些設計 欸 比較基本的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是基本的圖形 那如果是就黑白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 這個造型 有沒有 這些造型好像都蠻常見的 一些Local的設計 那這個難度就比較高了 搭配了一些圖形 搭配了一些色彩 還有一些建成的特效啦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哇 你看網路上有這麼多的資源欸 哇 原來這些東西都可以在網路上面 然後呢 去下載 那現在呢 我們要讓各位認識的是 這些東西 如果只是下載下來 然後呢 我們還是不知道怎麼樣畫 這太可惜了 今天的重點呢 我們就是要來讓各位體會一下 那這些東西 怎麼樣設計出來的 可以嗎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重點 那當然喔 呃 跟之前一樣 我們都會把 我們今天會談到的一些內容呢 放到Wiki在上面 所以咯 各位有沒有看到 香亮會圖裡面呢 呃 應該這麼說吧 我們到Wiki在美工 這個就是我們 呃 上一次上課 GIMP也是在這邊嘛 好 那就記得上一次我們介紹的是GIMP 今天呢 我們想要利用今天這個例子 然後來跟各位介紹的是一個 像樣會圖的概念 那到底 像樣會圖 跟GIMP的會圖 有什麼不一樣 正好我們待會可以跟各位做一下解說 好 各位你可以看到 人像 INSCAP 那我剛剛呢 點的內容 基本上呢 就是 把它放在這個 INSCAP這裡頭 OK 那各位就知道為什麼 我會知道 I4版 因為剛好 INSCAP的內容 也剛好是I開頭 那這是一個類似 Codial跟Illustrator的自由軟體喔 各位有聽過Codial跟Illustrator 那 這是一個類似 像Codial跟Illustrator 一樣的自由軟體 上一次呢 呃 蔡港瑜老師有跟各位介紹說 INSCAP的那個軟體呢 是類似那個什麼 Photoshop 對不對 Photoshop Photoshop一套 各位也都知道 這套萬塊嘛 那各位 你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呢 也是一個 可以PIP 像Illustrator Codial 這類的 應用的幾個一個軟體 好 欸 既然還沒有進入到這個畫面 是網路有問題嗎 好 總之呢各位記得喔 當然我們要點進來的呢 就是INSCAP這個軟體 在還沒有點進去之前呢 也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軟體的網站 好 各位這個軟體的網站長的樣子 你們會看到 我們最新的版本 才0.48.2喔 也就是說 欸它還不是1.0喔 那這個軟體可以做到什麼樣的事情呢 就是 未來喔 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這個網站上面 呃 除了各位認識那個 下載這個按鈕之外 當然這邊也可以看到下載 下載在這裡 另外呢 你們有沒有看到教學 tutorial的這個地方 那我記得我上次來學校演講的時候 有跟各位介紹到說 哇 原來呢 我們到這個網站裡頭 你就會可以看到 這邊呢 有非常多的設計的教學 那比如說 上次我有跟各位介紹過 像這邊有一些比較Q版的圖 跟設計 像這個 有沒有 上次我有跟各位介紹過說 哇 哇 原來 這個軟體裡面畫出類似像這樣的圖 哇 原體的藍保鏡 這樣的一個車子 都可以畫得出來喔 還有像這個 對吧 我們上次有跟各位介紹過說 哇 原來這類的圖 都可以用這個軟體畫出來 可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呢 不是要來跟各位介紹這個圖怎麼畫 而是要來跟各位介紹說 那如果我想要畫出 像我們看到的這些 ICON的設計 就是有關於 我們現在常看到手機上面的圖 那這些圖的設計的重點是什麼 我希望呢 今天回去之後 保證 如果你留到最後一分鐘 你一定回去 一定會畫出來 好 各位 那我先把畫面 切完點各位喔 我先確定一下 你們幫我確定一下 你們可以點個進來嗎 因為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現在點Excel 一直跑在這個地方 進不去 Inkscape 進來了 好 好奇怪 好 那各位 其實我這邊有一個檔案 剛剛我們今天會談這個檔案 看範例學Inkscape 因為我平常 像我自己以前 在一些所謂的 軟體培訓班裡面 在介紹類似像Inkscape的 這樣的商業軟體 就是我剛剛所謂的 Code作或Illustrated 其實 一般的補習班 你看到 最起碼都是27個小時在學的 最起碼 那各位你看 我們今天談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要來跟各位介紹 這個軟體怎麼樣用 所以我只能抓一個重點 跟各位談 那如果你有興趣 想要多看一點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事實上呢 我今天呢 我的想法是 既然我們要學設計 當然就是要跟您家學喔 所以我這邊呢 提供了三個連結給各位 一個呢就是剛剛看到的 你可以點下去之後 可以看到這裡 這邊有35個免費的 這些圖型的設計的連結 你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你們在怎麼做的 然後當然喔 還有看到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專門的網站 這個網站呢 也蠻棒的 它呢也幫各位整理了 你看連整支iPhone畫出來 那這些圖 這些設計也都蠻棒的 那這個網站呢 它這裡頭呢 你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跟設計有關的 一些相關連結 有些檔案 它都會提供一些資料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做練習喔 還蠻不錯的喔 好 那各位可以稍微瀏覽一下 這裡面有哪些東西 我們待會呢 就是要讓各位去感受這件事情 好不好 OK 在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像這個 當然它有一些部落格 在跟各位介紹 教大家 怎麼樣建立一個iPhone 或者是Mac 這樣的一個圖案 哇 各位有沒有發現 學自由軟體 是不是英文會進步 你知道 如果有興趣 你往裡面一直看的話 我相信你們的英文 一定會越看越好 好 剛剛有看到iPhone 不是有這樣的一個設計嗎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 玻璃質感 好 那這個部分只能一條 我們待會就是會跟各位 遇到這件事情喔 哇 官網 萬丈這樣子 然後呢 這些設計是怎樣應用到的 OK 好 那像這一類的庫洛可 非常棒 它都還會把原始檔提供給大家 那這個原始檔呢 都是那個 我們今天跟各位介紹一個 這個軟體就可以做到的 好不好 畫面先切換給各位 我們先確定一下 先找到 找到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這個軟體的 所在的位置 然後呢 點一下 我今天 特別跟各位介紹了自己的連結 待會兒我們的介紹就從這裡面 跟各位做說明 好 畫面切換給各位 好 既然我 我有下的這個檔案 我就跟各位從這個地方談起來 我先切換一下畫面 不好意思 3 2 1 其實在座有一些老師 我們有一起 有討論過 INSCAP這個軟體 那這是我之前做的講義 那很快讓各位知道一下 其實學繪圖最重要就是 學形狀的畫 身材表現 怎樣處理 有沒有 那當然喔 我們今天在談的都已經是 進階的應用 當我學會了形狀 顏色 文字又是另外一個議題了喔 當我學會了這些之後 我就可以做一些變化 所以喔 各位你們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今天呢 在看這邊所有的範例 每一個範例 是不是總要把這個形狀畫出來吧 比如說 欸這裡頭你看到一台電腦 這電腦的形狀 你總要畫出來吧 然後呢 比如說這邊有一些大大的齒輪 齒輪的形狀 我總要知道怎樣把它畫出來啊 只有形狀畫出來 才有辦法談到下一步的聖材表現吧 更了解我的意思齁 好 那這裡是為什麼我說 這一個軟體呢 最起碼我們可以 學個二十幾個小時 沒有問題 有非常多的內容可以跟各位談 當然今天不可能跟各位談那麼多 那我們今天做啊 什麼時候我們也來跟各位談呢 直接就用 iCon設計的例子來跟各位談 好 那我這邊呢 就直接從我們今天呢 跟各位介紹的連結裡面呢談起 老師們可以看到啊 在這裡面呢 有幾個 其中呢 因為大部分這裡的連結喔 都是連結到這個網站 那我就幫各位先從這個網站呢 你們可以看到 倒數第二個這個網站 我也幫各位 從這裡面抓了搜尋出來了 到這個網站很棒 它可以用搜尋的 可以找到一些參考的東西 那預設的點下去就是iPhone裡面的iCon 那你看喔 非常棒的 比如說 各位你看 它這裡有PSD檔 PENG檔 iCon啊等等的 好 比如說各位如果你們有興趣 你看喔 一直到這麼一點 那點了之後 你注意一下右上角 通常每一個呢 欸我不曉得在我們這邊為什麼 圖會被擋掉呢 然後你就可以點一下當作File 是因為台北先 這個網站呢 很奇怪喔 有一些在教育單位竟然被歸類為色情人 你知道嗎 也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被破滅掉 好 那 可是它裡面有一些圖都非常的棒 好 你可以看到 這邊應該 你看我 我把它下了下來 讓各位先看一下好了 好 那 當然喔 各位都可以把它解壓縮嗎 好 我把它解壓縮一下 嗯 我現在只是把剛剛我看到的這個檔案 解壓縮 讓各位看一下 哇 原來你看到這一個 上一次禮拜 我們跟各位介紹 GIM這個軟體 對不對 這個軟體非常棒 我覺得它跟Photoshop很像 它也可以開啟Photoshop的檔案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檔案是PSD檔 對 我 按右鍵喔 我用GIM來把它打開 各位看一下 你們看一下喔 這是PSD檔就是Photoshop做的 你有沒有發現 哇 原來這一個圖檔 夠漂亮了吧 它裡面呢 有一些透明啊 一些偵照啊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耶 而且你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它這裡非常棒的是 你有沒有發現 它用圖層來定義每一個圖的一個位置 好 那當然喔 這裡頭你會發現 你會看到這邊有很多的圖 還有一些字 有沒有 比如說太陽這裡好了 你們看一下這裡 這邊好像是跟 呃 我剛剛在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啦齁 你有沒有發現 原來每一個物件都是獨立在一個圖層 可以嗎 所以就我們上一節的課 了解到說 喔原來GIM的這個軟體這麼棒啊 那我稍微放大來看一下 有沒有 你看到這個圖是這樣 那這個是屬於點證圖 它的缺點呢 其實你知道嗎 我現在只是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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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哇 怎麼會有馬賽車 各位為什麼是點證圖 你看到它的圖的設計就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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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沒有 那 這就很可惜了 這些圖呢 除非我一開始就做很大 否則我事後要把它放大就會像這樣子 好像會看到毛細卡的那樣 所以這一類的圖呢 叫大家點證圖 可是呢 你看到有一些圖 它是看起來很精緻很細緻的 那一類呢 有很多的做法 不是用點證的一個形式來做的 好 那我這邊呢 來根各位介紹的是 未來 如果 你要到這個網站來 或者是到很多網站 你要去做搜尋的時候 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記得喔 後面再加一個單字 SVG SVG呢 指的它是一種向量的格式 所以你看 我重新再搜尋一次 你看 我說 當成那個 選色藝術 好不好 我們 我們那個 在管的有點多了 管到 這個 限制太多了 沒有關係 那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就把它 我換我的電腦呈現出來好了 不然的話 因為 現在 因為這個 看到了 看到了 奇怪了 那為什麼一下子有檔 好 比如說 我現在給各位看到 因為我加上了SVG SVG表示它是另外一種 相要的格式 你在說話的時候可以看到 也許我現在講 各位不太了解 上好多曲的例子好了 呃 待會我們演習的例子 是用這一個 這邊有一個 比較小一點的檔案 你們會看到一個 AMPI 這個圖沒有審限 沒有關係 你們待會 我們待會就都這樣子 練習一下 到這個網站 然後呢 預設不就是已經有 iPhone icon了嗎 那你就空一個 打上SVG 那當然喔 這邊有很多人的內容 好 各位 有一個叫 Aim key icon的這個 這個是我今天準備要 給大家一起來練習的 欸太好了 這邊可以看到小小的圖 好 我們待會呢 就從這個icon 來學習 我怎麼樣來做一個icon 這個會做了 你就有一個概念了 好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download file 可以把它下來下來喔 這個情況下 為什麼這個 好 試試看 按右鍵 鏈結 硬存心檔 這樣可以下來下來 好像可以 我要儲存 好 可以喔 老師你待會下來下來不下來的時候 按右鍵 然後呢 鏈結 硬存心檔 好各位 那 存下來之後 就會有一個 AMKI這個資料 檔案 好 待會我要用這個來當例子 來更多的介紹 好 那就把它再次解壓說 解壓說之後 你會看到 這個AMKI這個呢 你就會看到裡面呢 就有兩個檔案 正好 這個例子很棒 剛好它有兩種格式 有沒有看到png的格式 這就是所謂的點證圖的格式 所以呢 這一類的格式 png檔 你看我把它放大 有沒有 就會這樣子 補掉了有沒有 好 那另外呢 它會給我們另外一個格式 是sbg檔 這是 開放的向量匯圖格式 綠色呢 我們在easygo呢 就是用inscape來把它打開來 同樣的打扮喔 你看不同的格式 你目前看到兩個圖 好像 看起來很像對不對 但是各位你看 我現在來放大 各位 有沒有很清楚 還是很清楚吧 所以 各位 這個軟體呢 可能如果建案是滾輪放大 滾輪向上 你就會看到一直放大 然後 它的邊緣也會很細緻 有吧 所以 你有發現 我們未來在做廢圖的時候 香菱會圖是非常棒 因為我可以對它做 非常 有才性的一個說法 待會呢 我們就是來跟各位介紹 那這個圖 怎麼畫 這個圖 只是讓各位有一個 對easygo這個軟體 有一個印象 比較簡單說 原來是怎麼一回事 未來有了這樣一個基礎 我們在做其他的變化的時候 至少各位就有一些概念 可以嗎 我們大家就把這個檔案下來下來 那下來的位置在哪裡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呃 這個位置呢 我先再提醒一下大家 好 這個檔案 先開啟一下 我們剛剛在香菱會圖裡面 你們看到 是不是有一個 DEVINT 這個 好 那你們如果 點下去的話 是不是就會看到 這個 很尷尬 好 欸為什麼有時候有檔 有時候沒檔 好 總之 你到了 DEVINT的這個網站的時候 你要記得喔 它有搜尋嘛 那在搜尋的地方呢 呃 就是 我是打上iPhone 控一個iPhone 控一個seg 那我就 可以找到這個圖了 好 如果 我待會兒會另外把這個圖抓到另外一個連結 讓這位直接抓好了 我把畫面先揀完給各位看 好 因為我沒有想到說 在 OK 各位 我們剛剛的尋找方式就是iPhone iPhone seg 你可以透過這些關鍵的單字 就可以找到 那當然喔 其他這邊還有非常多的一些設計的範例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找到 那各位 我們剛剛點了這一個 好 那下來下來之後 欸各位開啟之後長這個樣子 首先呢 我先假設大家都沒有用過這個軟體 那我如何用這個軟體做出這件事情 我們先一個一個來抽絲剝繭 好不好 記得 這個軟體的所有控制 都是透過這個鍵頭 呃 其實我這一次呢 沒有特別 針對這個 做獎益 就是希望各位玩玩看 因為 如果你做你的獎益 你把它看不懂 我希望各位實際的玩玩看 主要去做抽絲剝繭 你看 欸 這裡面呢 好像每一個都是獨立的 至少我們了解到 喔 這是物件 每一個物件呢 都是獨立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透過這個範例 讓各位了解到說 欸 這些東西怎麼做的 首先呢 我們就來畫這個星星好了 因為你知道這個星星怎麼畫的嗎 而且啊 這個星星夠特別了吧 欸 為什麼不完整 哇 這是一個好問題吧 星星的繪製 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 老師有沒有看到 欸 這邊有個圓角的舉行耶 這邊呢 也是一個圓角的舉行 它是一個這個框 所以各位 光是這一刻就很重要吧 我怎樣畫出 心情 我怎樣畫出 舉行 還有 著色有沒有看到 漸層色彩 所以你說 這一個題目很重要吧 那我們先從簡單的先做起好了 舉行應該比較簡單吧 你要做一個哀唱 好像大部分都是舉行 而且是圓角的舉行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呢 有一個工具 欸 夠明顯了吧 我先 我們呢 我現在來跟各位示範的是 我自己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把名家的檔案叫出來之後 一個一個拆解 然後呢 我們來看人家怎麼做 能不能夠模仿的做出來 好 第一個 欸 我這樣子把它打開之後 欸各位 剛好就是圓角舉行耶 那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控制你喔 喔 原來 這個軟體很棒的是 它右上角有一個控制鈕 可以讓你決定 它是不是 圓角 而且圓角的程度 免費在這個地方 去做控制 欸 就光這一點 很不錯吧 然後呢 星星 我們來畫基本的星星 星星畫出來的時候 欸 各位 有沒有發現 這個軟體呢 有一個特色喔 我給它換成顏色好了 這個顏色 各位 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這個軟體呢 它很棒的是 第一個 你選工具的時候 上面呢 都有對應的功能 我選放大鏡 有沒有看到 放大鏡的功能 我選了舉行 舉行的控制功能 如果我要把這個舉行 變成沒有圓角舉行 欸 直接就是這樣子的 好 那如果我再拖曳呢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現在要點的是這裡呢 你有發現我現在點了它 但是 怎麼還是跟舉行有關 各位特別注意 因為我現在用的工具 還是舉行啊 可是剛剛呢 我是用什麼畫的 心形 所以我要點到心形的工具 這邊才會看到心形的對應 哇 各位 這個太重要了 為什麼 因為這邊讓我們看到的是 不同的工具 這邊有對應的改變 所以喔 你看我點一下這裡 你有發現這邊有控制的喔 哇 你看這個心形還可以這樣子 調整 欸 還蠻不錯的吧 各位 而且喔 你可以看到喔 它這個心形呢 這裡面呢 還有一些相關的值 喔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的變化還蠻多的 可以嗎 欸 也可以變成這個形狀 那當然喔 還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喔 或者是你還可以用 隨機的方式 去做一些不同的扭曲 那當然喔 我現在在跟各位講這件事情喔 還蠻重要的事 我不能夠只有講到這裡 因為很有可能 你下次再畫心形的時候 你用畫出來就長這個心形怪亂 有的人就以為說 喔 孫老師這個自由軟體 你看很爛 好像壞掉了有沒有 怎麼我要畫心形畫不出來 各位 它這個軟體不要放 你在使用它的功能 如果你要回歸到它的預設值 有沒有像這邊有一個刷子 這個刷子呢 重設 有沒有 OK 所以我點一下它 再來畫一下心形 欸你可以變回來了嗎 這樣子呢 就不用擔心說 你畫了各式各樣的設定之後 會有問題 好 所以 它這裡面的相關的工具 有矩心 心形之外還有圓形 你看圓形也是一樣的 你畫出來之後 你會看到 只要這些控制鈕 你都可以做改變了 各位你們會發現 欸你還可以變成小精靈的樣 還有可以把它變成 欸 像這個 開口把它轟閉起來 或者是 會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樣你就會變成自己太清楚 那就像我剛剛跟各位說的 你一定要了解到這個軟體的一些控制 否則的話你看 我們一定要畫圓形 結果呢 你每次有可能 沒有畫好的時候 它會 它這個軟體的特色是 你上一次畫什麼形狀 下次就跟著畫什麼形狀 欸 你以為你畫了圓形 每次都缺一腳 你不覺得很氣嗎 好 各位 一樣 那往右邊看喔 它都會有一個還原 或者是一個 能讓它完整狀態的按鈕 那就可以了 喔 OK 所以喔 欸各位 有沒有發現 這個軟體 還不賴嗎 因為它可以讓各位 做到一些基本的形狀的繪製 而且喔 你還可以做一些變化跟應用 可以嗎 好 先玩玩看這三個按鍵 舉行 圓形 心形 然後呢 記得配合上面的功能 玩玩看 一分鐘的時間 還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人沒有辦法發出舉行 心形 還有圓形的 應該都可以的 而且你會發現 這個軟體非常棒喔 你可以畫的時候 先設定 也可以畫完之後再設定 你以為只能畫五角形嗎 有沒有看到 你看就不畫五望 還可以畫成這樣子 欸各位 這個軟體不錯嗎 OK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喔 所以誰說 自由軟體是陽春白的軟體 你有沒有發現 這麼流暢可以做到這個事情喔 好 那我把它變成五角五點琴 那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呢 來各個集破 我們來解決這兩個圖的問題喔 嗯 好吧 我看先來解決 先來解決 舉行好了 圓角舉行好了 這邊呢 有兩個圓角舉行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圓角舉行 跟這個圓角舉行不一樣 這個圓角舉行呢 只有框 沒有內容 對吧 這個圓角舉行呢 不只有框 還有內容 那 在 Xcape這個軟體裡面呢 它的標準的說法是 填充代表是內容 邊框當然就是邊框喔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那一樣都是兩個舉行啊 這兩個舉行在 這個軟體的表達上面有什麼不一樣 各位有沒有發現 真的耶 這邊不是都沒有東西嗎 它的填充狀態是如何 5 有沒有看到 那它的邊框的狀態呢 一點 這個是漸層 有沒有看到 喔難怪 有沒有看到漸層的狀態 然後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1.45 有喔 1.45代表的是它的寬度 邊框的寬度 欸 旁邊的1.4的是什麼 透明度 難怪 因為有這個透明度的關係 所以你看我現在把它護圓喔 這個練習就是 你脫離完之後要回去 你記得不要把 不是拿回去喔 而是利用護圓 看 往回看 各位因為它有做透明度 難怪這邊有沒有看到 關鍵在這裡 看到了嗎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 喔 原來它這個地方有做透明度 難怪這邊會有這樣的效果 可以嗎 好 那重點來了 我如果放到這樣子呢 我們就把我們自己的這個 改造成這個樣子 好不好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只要有框呢 怎麼辦 各位我說這個軟體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是喔 這個軟體的怎麼操作呢 你 可以呢 看到說 我說你不需要用講義 就可以學會這個軟體了 我現在想要對這一個來做著色 怎麼樣對它來做著色呢 第一個 我是不是要做的跟邊框有關嗎 現在有沒有邊框 目前怎麼解除所定的 不管它 反正我想要來做邊框的著色 所以我看到 快點兩下 這種可以嗎 你看到邊框的顏色 目前呢 顏色未定義嘛 那我們來定義一下它的顏色 好 單色的 這就是單色的 有沒有出現了 那我要的是漸層色 漸層色 漸層色就出來了 有沒有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它的漸層 好像是從這個白色到黑色吧 那我們目前好像不是這個方向 那有沒有看到 漸層那可見的可以編輯喔 好 這個編輯呢 各位當然有一些相關的設定 你呢 可以看到 我可以從什麼顏色到什麼樣的顏色 我先跟各位講喔 我現在直接講這個顏色呢 可能對各位來講有點難 不過沒有關係 至少我們知道這個跟漸層有關 事實上這邊有一個按鍵 可以讓各位快速調整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漸層之類的按鈕 我們點一下它 你有沒有發現 這就是它漸層的一個改變 一個改變方向耶 欸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可以把這裡拉上去 這裡把它拉下來 那各位 剛剛我們說這裡應該是白色的吧 那這裡應該是什麼顏色 深灰色吧 假設啦 好 各位 你如果把它變紅色呢 它就變這樣 如果我上面呢 變黃色 我點一下它 再點一下這裡 欸 手已經沒有變紅 各位 你們有沒有發現到 我點一下它 然後呢 再點一下 這裡 各位看到那個變紅嗎 喔 原來這個漸層顏色 它的好處是 我用的是漸層工具 所以我就可以 很自在的 去對它做移動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看到啦 從白色漸層到這裡 對不對 所以咯 我見到我的上半段 這裡是白色 所以你們有沒有看到 那我又選到這個點 所以這個點 現在是深藍色被我選到了 我給你看它 那我是不是希望這邊 漸層到 從白色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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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的 黑色 可以嗎 那我現在的透明度是百分之百不透明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值調整吧 各位了解我意思 欸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的view的 我把它拉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 多多少少有這種感覺 好 當然喔 因為我設計的還不夠 這個漸層的程度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是整體 了解我的意思 那當然這個地方也有關鍵的一個控制 以上是讓各位了解到說 原來邊框的處理是這麼一回事 這邊有沒有看到邊框的厚度 我先把它負面好了 好 讓各位這樣看清楚 注意用黃色跟銅色搭配 這樣各位看得比較明顯一點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太細了齁 這寬度有沒有看到邊框的樣子 如果這個畫面不見了沒有關係 你要記得它的動作就在這裡 你就快點兩下 可以嗎 這邊是不是又出現了 那你們看到邊框的樣子 那我可以給你們出現 不小心安太久了 哇 哇 太誇張了 我剛才有感覺 哇 哇 下午 OK 各位 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知道 喔 因為大家會控制 就是這麼簡單 你要哪個地方填色 你就在哪個地方快點兩下 你就會看到相對應的設定 就這麼簡單 OK 那如果有關鍵層呢 你只要點了在哪裡了之後 我裡面如果也要鍵層呢 你看它裡面是不是也是鍵層 所以各位 你接下來這個是屬於面填裝的部分 也是一樣啊 你可以用鍵層 馬上它會幫你拉出鍵層 形狀好像不是我們要的齁 記得 這個順序呢 重新再拉一次 可以嗎 欸 很容易的吧 這個軟體呢 上面這邊應該是灰色 哪一種灰呢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點 大概是這種灰吧 那這裡呢是什麼灰 等一下它 深一點的灰吧 各位了解我意思 不簡單吧 好 畫面 切完整個灰 好 所以今天的重點呢 就是要掌握 嗯 原來哪個地方是怎麼調整的 這樣就夠了 我們就知道說 哇 原來我下次把形狀畫出來 我就會做色彩的應用 這很重要 行狀做出來就是色彩的應用 那在這個色彩的應用 最基本呢 就是我們看到的 那個 漸層還有單純的甜色 那單純的甜色 大家都應該很容易可以理解 那我現在來跟各位談的是 它比較進階一點的變化 可以嗎 各位你們可以試試看 把你的漸層 邊框做一個漸層的處理 內容做一個漸層的處理 應該都可以做到吧 現在可能做的不是那麼好 這樣沒有關係 但是至少你知道在哪邊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 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 你要記得喔 控制是在左下角 那邊直接快點兩下嗎 就可以了齁 所以你們現在應該都沒有看到 咦 怎麼要對它做電話吧 可以嗎 所以舉行呢 就是這麼做的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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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在這條街上 我應該也要用到這條街上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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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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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跟各位开玩笑的 但是呢 他这个软件还蛮棒的事 你看哦 我按一下复制 我想要让这个的颜色跟他一样 各位有没有看到 编辑 有没有看到贴上样式 这好像我们在使用 握着给你所有的复制格式耶 你看哦 我在这个地方 选了他 然后呢 贴上样式 他会把他的样式贴过来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他这个我要圆角 我再到这个地方 把它变成圆角 哎 太棒了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那因为他的漸层呢 漸层他可以设定定位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其实他这个漸层是有人带的 你们看到 他只是说这个定位呢 因为他的定位在那地方 各位 还蛮不错的 复制格式 所以你除了认识 复制贴上之外 还要认识一个什么 复制格式 可以吗 复制样式 sorry 所以咯 我们现在是 画了个星星之后 我就可以重复画很多个星星了吧 那另外呢 以前呢 我们都按一下 复制贴上 记得哦 在学这个软体呢 也不只要认识复制贴上 你要多认识一个东西 叫做 在字 有没有看到 什么又在在字呢 各位 复制贴上 还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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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逊了 在学 绘图软体呢 当然要更有效率一点哦 各位 刚刚我们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 在字是什么 Ctrl D 看到了吗 所以 各位 你看 我按下Ctrl D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对 我已经复制了很多个人 真的吗 哇 很神奇 原来 我按下Ctrl D 它可以怎么样 原地在字 可以吗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哦 所以这个软体 就光是复制 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谈的吧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哦 接下来呢 这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心形 为什么会切成这个样子啊 各位 它不是真的切到哦 我把它顺住出来 给大家看哦 这个怎么做的呢 其实哦 这边有一招 其实像 如果老师你有在教会读的话 我们也可以教小朋友 自己设计自己的悠悠卡 对不对 那你是设计了很多花花绿绿的图案 那你最后是不是要把它 切成一个角举行 放在一个角举行里面 这边呢 有个技巧 这个技巧是这样子的 事实上这个技巧是用物件里面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有个东西叫剪裁 它可以设定 也可以释放 我把它释放吧 哦 各位看出来了吧 原来哦 我们只要画好一个图 做好了一个形状 把这个形状呢 塌在上面 然后呢 把两个一起选 这个最简单就是框选嘛 你看我现在选到了两个 有没有看到 两个物件微信 有没有 很简单吧 那形状在上面 接下来呢 有没有看到 物件里面呢 有没有看到剪裁 有没有看到设定 看他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我下次后悔的时候 还可以把它交出来 可以吗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 更进阶的工具啊 什么 相加剪裙 交集 这边很复杂 但是如果我们要教小朋友 自己设计自己的悠悠卡 这上面只要用这一招就好了 物件里面的剪裁 设定跟释放 就是把它定在一起 把它解开来 试试看 你们点一下这个星星 是不是跟我一样 物件里面的剪裁 然后呢 你们这个已经做好了 这个你把它释放出来 你就会看到了 可以吗 那另外呢 有关主的事 我再跟各位特别提醒一下 其实它这个软件非常棒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点颜色之外 你在选颜色的时候 它也会提醒你 提醒你什么呢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我花鼠指要比较颜色这里 如果我要对边框上颜色 你会发现它会告诉你哦 按什么键来设定边框 虚无的键 各位我看到状态列 所以就我说 这个软件非常棒 你不需要看奖励 你只要知道它的体式就可以做到了 好 画面切完给各位哦 各位还不错吗 那当然 其实这个题目哦 你要特别了解到 因为你画了这么多的图 那你要了解这个图层之间的关系 你有没有发现 往上推 有没有 你会发现不同的位置 你看这里就知道了 有没有 有些人画完的时候发现 诶我的星星都不见了 上一层下一层 有没有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了解哦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诶后面怎么好像有一块阴影啊 那最下面这里好像有一块阴影 有没有 那这个阴影呢 这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其实这个阴影最简单的 我就直接用一个星星来做阴影好了 这个星星如果单纯只是白色的 你看这样子效果不顺好啊 那我就按这样子做D哦 那我把它复制一下 各位我有两个 两个星星 各位都看到了吗 下面这个星星呢 正好我把它涂成黑色好了 边边呢也把它涂成黑色 各位 边边要涂颜色要按什么键 还记得 去你的键 有没有看到状态练 哇 电好大哦 接下来呢 其实你只要做模糊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哦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模糊 有没有 可以吗 还有所谓的透明度 原来所谓的阴影的效果 就这么简单哦 你只要做一个阴影 各位 你有发现这个icon的后面 不是会有那个阴影的效果吗 原来我只不过是把我同样的东西复制起来 边光地面的颜色都涂成黑色 接下来呢 只要去调整它的模糊度 透明度 有没有感觉 你这个星星就浮起来了 可以吗 各位你们把这个星星把它复制出来吧 然后呢 你能不能跟我一样 做出一个立体的星星 OK 画面希望给各位 画好的图 要把它归出 那这里呢 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要来跟各位谈的 OK 各位 我们往下看哦 我先切换一下画面 不好意思 3 2 1 各位你知道吗 如果我画好的图啊 我要把这个图 丢出去 基本上呢 除了档案名称积档之外 有些时候 我们要把它变成网件 然后 档案呢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叫匯出点乘点够图 那你会发现 我现在匯出之后 它的大小是多少 95乘以95 那我这边呢 要来跟各位提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 就是 基本上呢 我们在 如果我今天只是要 汇出这个星星 因为有时候 你可能做主要的时候 像刚刚 我们 我们是不是只有做了这个星星 如果我只是 要把这个星星丢出去 那我是不是 应该要只有选星星 把它丢出去就好了 那这种做法呢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软体 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设定 你会看到文件属性 那你有发现 它有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叫做什么 以页面 来适应我选择的区域 这个按钮 应该我们在画五颗星 太重要了 换句话说 这个按钮 代表的是 我下次我的画面 一定不大为主吧 那我今天 是要设定 锁定某一个图 来做一个 比如说 汇出也好 或者是来显示也好 你看哦 页面 适应全体区 我们现在的整个页面 在哪里 我把它拉开来 就可以看到 诶 这边没有写字 没有关系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可以这么选 然后呢 各位 页面适应选取区 我的这个时候 这里 这边可能会被关起来 有解释里面的 写字隐藏 你们看一下 好 OK 好 各位 你知道吗 我现在选择的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在 设定的时候 我的页面呢 目前呢 所定的一个范围 好 写字页面这一件 它这个没有亮 好 你们看到 这就我整张纸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整张 螺化纸的范围 可以吗 好 那如果我现在把 整张纸 我要变成是在这里呢 各位 有没有发现到 页面适应全体区 我会碰掉啊 这样的好处是 即使我有用到建成 我显示呢 也是以这个范围做显示 接下来我要汇出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看到 大家有没有看到 汇出点认读 你就可以决定啊 你是要针对你的 汇图的部分 汇图的部分 这个就包含了 你看哦 我解释一下 我要汇出的时候 我的汇图的部分 是包含这个星星跟这里 这叫做汇图的部分 所以档案汇出呢 如果整页呢 就是这里而已 这叫做整页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页面的边框 所以这样子会不会印出 这里 不会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那如果我今天用框选的 我只有选到这里 那当然就只有印这里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那印出来的档案多大 如果我要再更大的话 事实上我们都是会选取 然后呢 来决定它的大小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还不错 好 各位 我把画面切完给各位 只是要看这里 然后我待会再跟各位讲 最后一个东西 我们就要下歌了 记得我刚刚点的是在这里 我再看到页面这里 好记得哦 有这个功能 那刚刚预设的这个档案 好像这三个都没有打勾 所以你看不到 你的页面的边界 好 画面切完给各位 记得哦 我现在谈的是重点是这两点 一个是这里 一个是档案里面的绘出解决图 好 画面切完给各位 然后呢 一个iPhone的icon 但是 今天呢 学的东西呢 前面二十九分钟讲的 都已经忘记了 但也没关系 最后我说 总会有一个 可以让各位更轻松 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为我刚刚是用一个 商量汇图的概念 来跟各位做介绍 这边呢 我有推荐各位一个连结 你们看到推荐连结 iPhone iCloud 自动产生器 哇 这位有没有非常棒 当然 为什么最后要讲这个 各位你看 呃 这个网站呢 还蛮不错的啦 你们看到第一个步骤 你只要 你要把它变成校会的部分呢 你只要把它变成 你要把它变成iCloud 有没有看到 Upload 你就去找那一张 比如吧 我刚把学校的网站 丢上来 你看我现在只是 随便做了一个 他的学校的网站 Upload上来了 之后呢 各位 你看有哪一种Style的 有没有很莫名的感动 老师早说吧 刚刚一来的时候 就讲这个感动 就可以下课了 对 然后你有看到这个地方 这些效果啊 你都还可以去做一些加强 然后来做一些处理 OK 这是iPhone的Style 那当然呢 他这个地方呢 你要不要自动残阶 或者是怎样 你的大小 iPhone预设是57x57 所以如果 以我们刚刚 这个设计呢 我们应该把它选起来之后 我们看到这边有宽度 高度 就是要把它用57x57 出出的时候才OK 那我现在呢 跟各位介绍这个网站 很棒的事 任何的图放上来 他会自动帮你做出力 出力成G&V檔 那 最后呢 继续 好 那现在就把我上环的这个图 所以我们又对我们学校的那个 官方网站 我们要看到 你再把他降落一下 好 各位 有没有发现我把他隧道 然后呢 各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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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吧 因为他会充满你产生一个 嗨 看什么 哇 我们学校的网站 有一个这个图 好 看多一点感动都没有 好 好 好 这个都蛮不错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见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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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那种比较漂亮 那是用你们学校的官方网站 那这个在哪里 刚刚有没有找到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以后你可以上传任何一个图 好 好 就是我们刚刚讲一个地方啊 美东里面的Link Stand 这边呢 我有帮各位藏了一个推荐连结 有没有看到 iPhone、iPhone 自动产生器 好 那我刚刚的示范就是这样子 各位 你只要把你认得的照片 放上去 选一选 好 那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按钮 有没有看到 有零零啊 有刻上效果 好 那当然这个是 好 懒得的方式 一分钟学会 iPhone 和iPhone 怎么做 不会很棒吧 OK 那可是刚刚二十九分钟呢 应该没有白学啦 让各位了解到说 哇 原来有一个这么棒的像样会读软件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下次各位老师们 在会读的时候 就会更多的一些应用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真的上到这个地方了 麦克风